欢迎收看本周的萨比森狮子动态观察 这是最新拍摄到的恩库狐马狮群 该狮群目前仍然处于分裂当中 分为三组 眼前看到的是带幼崽的三头母狮 和狮王牛油果联盟中的莫霍科库南熊狮一起 而另外一条金发熊狮在这里并没有入境 莫霍科库南熊狮的状态很好 上个月与恩帝真哥联盟的战斗中 没有确定他有没有参与打斗 事后只观察到他的兄弟金发熊狮受了重伤 而莫霍科库南熊狮是毫发无损的 而金发熊狮到目前为止 他的伤势虽然有所恢复 但是状态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战前的样子 牛油果熊狮联盟 算是彻底退出了对马拉马拉地盘的竞争 也放弃了对坎布拉狮群辞世的幻想 彻底收心地回归到狮群家庭生活中来 毕竟他们才刚刚伴随左右的后代 需要他们的保护 就在半个多月前 由克鲁格东部过来的曼提马拉夫子联盟 就曾进入到牛油果联盟的 萨北地区的地盘探索 三头带幼崽的母师都是年轻的母师 他们没有带幼崽的经验 不过到目前为止 他们表现得很好 其指小幼崽在他们的照料下 正在健康成长中 而另外的两组恩库狐马师群成员 一组是两头老母师 他们在星际塔云地与两头平院修士一起 两头老母师似乎已经接受了 两头年轻平院修士的统治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估计很快就会有新幼崽出生 另外的一组 就是两岁多接近三岁亚成年狮子 他们大多数是出生于2019年初 还没有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 有一头成年母师代理 他们至少还需要依靠狮群半年的庇护时间 才能流浪 所以他们距离狮群主队成员 相隔的并不是太远 上个月发生在马拉马拉的熊市联盟大战 牛油果联盟的战败 致使他们回归狮群 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恩库狐马狮群的小幼崽了 有了狮王父亲的保护 对于他们的成长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们的命运 相比于童年龄段坎布拉狮群幼崽 他们更加的幸运 由于博明汉联盟成员的失踪 他们留在坎布拉狮群的小幼崽 能成年的概率非常的低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曼海尼狮群 这是前两天 狮群在西树草原狩猎猎猪的画面 一只猪猪未不保狮群期 大张口 但是没有办法 他们需要小心谨慎 由于曼海尼狮群 有两只前世王的后代还未成年 为了保护他们 曼海尼狮群此时继续拒绝熊狮的统治 他们继续躲避着平原熊狮联盟 与恩苦狐马熊狮的骚扰 几个坏男孩的后代表现得非常强硬 就在上周曼海尼狮群此时围攻了恩苦狐马熊狮 把他咬成了重伤 目前对他们狮群威胁最大的 还是在该地区的平原熊狮 这组联盟无论是斗星 信心还有他们的体型都非常的突出 曼海尼狮群能躲得了多久呢 狮群里的亚成年才一岁多 至少还要保护他们一年半 希望他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将来都变得容易 再来看到的就是沃泰华尸群 萨比森的西部地区 是个相对安逸的地方 图姆贝拉联盟士组负责任的熊狮联盟士王 大多数情况下观察 他们两兄弟都是守护在尸群和幼崽身边 对小幼崽的调皮导弹也是相当的宽容 沃泰华尸群这批后代顺利成年的机会很大 需要指出的就是 最近江蕾拉一直在西部地区徘徊 她一直都渴望回到母亲和祖母身边 她已经成年了 她能回归对沃泰华尸群的发展壮大 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目前她仍然没被接受 不知道是她的母亲们拒绝 还是尸王图姆贝拉熊士不接受 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接下来看到的是咕咕丹丹的茶辣辣小辞师 她的母亲在上个月去世了 她仍然在她母亲去世的星基塔地区徘徊着 寻找着等待着母亲的出现 但是空旷的草丛中 再也闻不到她母亲留下那熟悉的标记味道 她必须需要适应 并接受她母亲已经不在的现实 她在上星期独自狩猎成功 目前看来她独立生存下去的问题不大 只要她能躲开 会对她造成伤害的对手 她的生存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此刻可能她还意识不到 母亲已经不在的事实 希望她能足够地坚强勇敢 顽强地生存下去 继续传承茶辣辣师群的荣耀 接下来看到的是坎布拉师群 该师群在上个月遭遇了入侵 目前的师群还没有稳定下来 失踪的那一头 伯明汉 世王伯三仍然失踪 剩下的另一头伯明汉 世王伯二 跟他的儿子们一起 他们被迫离开了之前生活的邻地 来到龙兜落字与星吉塔交界处 这也算是他们的流浪之旅的开始了 世王伯二孤孤单单地独自在一边躺着 他的儿子们隔着他几百米的地方休息 狮子王的晚年孤苦伶仃 落寞气量无助式常态 有时候看到这种情景 心里充满唏嘘 或许没有观察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这样他们至少是带着 失望的尊严与体面离开的 而带幼崽的三头坎布拉姆师 没有他们的相关消息观察 大概是他们带着幼崽躲藏起来了 剩下未养育幼崽的坎布拉姆师 已经接受与新世王恩帝真格联盟一起 他们仍然没有完全掌控 坎布拉师群的所有词事 恩帝真格联盟还是游走在马拉马拉与萨恩地区 最新观察到联盟成员破毒戈尔 他的状态有所下滑 不知是上个月的打得导致 还是他肚子伤的伤口复发 希望他能坚持住 目前恩帝真格联盟统治下的诗群 生养了大批的后代 需要联盟成员同心协力地守护幼崽的长大 以上的就是金益州萨比森保护区 狮子的主要跟踪动态 下一期视频我们继续报告一下 曼夜莱蒂保护区的狮子动态观察 欢迎点赞关注并记得收看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关注并记得